第二百八十九回,玉韻香燒,感心情,金宮緣善女,惡形素盡, 師妙法,火頓陸空魂,二雙元因沙紅燕一味推崇所虐逃, 周二擾人,心中大憤,到時孤意膚顯,想等眾人不行,再行發難,以遣他們的威風,後備乃姑激怒,方此打算提前出手, 只為同黨人多,想與敵人相持,想等退出死圈,再行下手,以為以降諸無人能破, 只一接觸,立即爆炸,敵人必死,正在得意洋洋,口中渴罵, 忽見乃姑運用員工,向高空中追去,患恐敵人不知禮害,將諸震破,發難太早, 雙鳥同黨,剛子珠光上市上升,不寧追上,忽見一個營與鷹銅的敵人, 讓手便是一隻金光大手,將珠拿去,不由大路,以傷亡即行發,向空一指,想將二珠爆炸,同時騰空追去, 那片青煙已飛躲,似網中撈雨一般,將那尼萬大半山,正向全山展步的二航真氣一下網絕,同時令一敵人忽然飛降, 手持一個精瓶,先飛起一片錦雲,龍向清色光芒之外,兩下裏一合, 立時又大而小,合成一團輕煙彩霧,精瓶又飛起一股七色彩光氣,將其裹著, 仿眼又大而小,收得一聲,吸人平口耳內,二相見二航朱已被金光大手收走,一任思維,毫無反應,正在情急,還未追上, 乃姑一聽來人警示寒仙子門下小人寒願,那金光大手不是分陀, 乃姑一聽來人警示寒仙子門下小人寒,便是所謂神父,知已無害,心中大喜,一見二雙飛來,立即回身形敵, 就者略一聽來人警示寒,下面二行真氣已被收去,二相看出敵人所用法寶, 乃姑一聽來人警示寒仙子門下小人寒,不敢悔恨交家,又急又怒,那金光大手來力更大,寒願又生得應如同鷹, 不認作快成天仙的道家園神,吊飛對手,再說也追不想,不得已而施其癡,想將二行真氣奪回,如能成功,再將敵人紫禎平奪來,喜不耕妙, 情急萬分,本不下再與乃姑戀,又見下面敵人收了二行真氣,立即破空頓走,心而敵人似往土木倒送還法寶, 愈發著望,方不得寫了乃姑,便朝乃人殿遲追去,雙方全部飛行神速,寒願也已飛降,正向乃姑行禮回答, 英勇等和眾要人也已飛降,原來已正獨戰旁化城,忽聽有人傳聲,知稱韓元,奉了韓仙子之命, 拿了分陀大師一道靈符,來修以降珠,並雪舟,徒兒妖人就要來到,一月五星輪將來有用,此事定數,附近山林景物終須租劫, 最好在熱強迪未到以前任其發難,否則旁化成人最似強,又最珍愛似寶,輕不使用,來時心存奢望, 見不如人,就許富貴逃去,或是不肯出手,收他便難了, 這時另一身來妖黨依佩張,乃華山派老輩中妖人,正隨旁化成一同對敵,當以降珠飛起,以妖人之道厲害,本想逃走, 不料義正恐妖人,不料義正恐妖人逃光,發難太早,漢怨不及下手, 突將太清禁制施展出來,將二妖人困住,迫連出手,並作援兵之計,同時全聲英擎, 雪強敵將臨,可速退回,殘餘的十來個妖人無一弱者,本非爭敗,又都國懷奢望,想要染子,英擎等一退,見空中寶珠不見, 二相追敵飛走,紛紛紛追回,雙方又鬥在一起,旁化成見仙法神妙,身外滿是金霞龍罩,知道敵人發動大清禁制,自己須有法寶防身,但是壓力極大。 仿眼之間,今夏中又現出千萬斤大木影紙,互相採紮排檔,潮勇而來,本就黃急, 伊佩章在一年翻送勇,遁亡師界,立將四病烈焰叉將身外今夏擋住, 徐學,諸偉道有留意,速往我這裏來,左堅一搖,一口真氣噴漿出去,肩上大小三輪立即潮空飛起, 已靜知道敵人發佈乃前古其真,不願為他所破,立修仙頓隱身,追上英瓊等,匆匆說了幾句,便和乃姑, 寒願同往靜慶谷中頓去,伊佩章聚事雕無恥,欣見仙發神妙,為恐旁化成無下思惠, 由身旁取出一方形如手帕的法寶,向空一斗,立有一片暗赤色的妖雲,聲為難民,飛向空中, 以靜恥巧巧修法頓走,伊佩章以為所用赤霞元陰障禮害,敵人被其驚退,正向旁化成口法狂言, 不料寒原手折眼快,機警絕倫,思傳法寶又多,本徐乃姑同往谷中退去, 正由以妖人身側飛過,聞到其聲,割著有蛇頭暈,不悠有氣,欣以忍身,以妖人全眉看出,旁化成將著思傳,發難以前, 先有一狀七色補光將身護住,還不妨是,伊佩章折此年老成精,以靜一退, 愈發嬌狂自門,以圍繞光邪雲龍罩之下,敵人必不敢近身,不料寒原經過, 如飛身配師門之保護神派,幾乎運到,不禁大路,已經飛過, 也未告知乃姑,忽然一劍飛來,那兩口金劍與尋常飛劍不同, 乃韓仙子適年初得到時,用前古神金煉成的防身自保,發時指示金光閃閃的小劍, 長指掃寸,比電還快,游視萬邪不侵,相及甚近,如何能防,等妖人發現一口奇亮如電的金劍在眼前一閃, 上途無及,竟被那劍追上,由頭到跨斬為兩半,一度血光果著妖雲光要飛起,乃姑回頭望見,讓手數十八像金光雷火,將妖雲連空中妖光一齊消滅, 方同往昱過 intelig。 方同往昱中退去,照炒姑之言布置,不提,那日月五星鱗也已飛向空中,化為大小三輪奇光,一輪奇紅如火,超輪電魚,急轉不休,四邊發射出千萬朵火炎, 一輪奇紅如火,超輪電魚,急轉不休,四邊發射出千萬朵火炎, 例如雨,仿眼全山變在火星籠罩之下, 紅雪飄空,上下飛舞,光芒萬丈,烈焰觸空, 與先前火無害太陽真火的威力又止不同, 火焰躲躲,所渡之處,滿山五色氫煙全受激蕩, 起伏月潮,風雷之聲,山搖地洞,形勢萬分馬惡, 第二輪卻似一個大冰盤,寒光四射,徵召在眾人頭上, 鮮味在意,仿眼光更強烈,照在身上, 似有極大吸力,如非為光護身,幾被吸去, 這還不說,最厲害的是那第三輪,外邊上有五色星光, 仍空步長數十八倍,割射出一股光氣, 就向眾人立處,揭力之大景而尋常,下面大月五煙羅景的他不住, 雖未衝破,還著眾人身外一圈,以被衝破數十某方圓的一圈裂縫, 這時眾要人以各分分退去,與旁化成會合一起,各子英擎等渴馬不休, 眾人因受乃孤子教,立而修乃日月五星輪,故作不知,同時由英擎運用定珠為光將眾護住, 只守不公,也不去理睬,想等修保的人一道,立即下手,修保除害, 衣環嶺上重有光驗萬象,雙撤重燒,遠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一同志空飛降,離地緊數十象, 只見烈焰嶺乾重,彩光萬道,星光如雨,紅雪繽紛,寒光若電,劉輝四蛇,有當深夜之際, 整座衣環嶺遠如一座下光萬道的火山,照得荒原千里內外名如白州, 葬黎光界,耿古未有,旁化成不料為光者等禮害,入月五星輪乃斯傳其真, 竟不能相他分毫,太月五星輪乃也未衝破,敵人須此困住, 終究奈何他們不得,徵賞三輪學運,朝校押來,思想一事,先不傷人,且將五星輪展破, 以便接應慈中同黨,呂應外合,正與一同黨擾人相以間, 忽見一片銀光仙在月輪旁閃了一閃,而有敵人,定睜一看,以無蹤影。 方在奇怪,日輪中心又有頭大一點的黑影,一閃即滅,緊跟著, 五星輪上又飛起一棟烏金色彩絲,軍事從所未見的衣巷,想起此保乃師父傳授, 爭說與自己共存亡,不到萬分危急,並還理直氣壯,不許網用,又增立過重勢。 雖具無強威力,將以橫行,從未用過,日前因受沙紅煙古惑,想分得一粒獨龍丸, 無失來此,特主義笑,莫非有甚變故不成,深正經而,忽聽月輪園內有一女子學道, 無知妖道,敢忘詩戒,認得我女鄉神鄭八觀摩,看你師父面上,似你兵解, 還不快逃,等待何時,雪時一根長紫尺許的黑光,並不甚量, 但在日輪中出現,只閃得一閃,日輪便直停止不動,緊跟著又有九朵金花,一團紫氣, 由空飛躲,滿山火焰立秀,剛認出這時前師所說天狼聽與九天圓陽赤, 只見一團冷光銀霞又由月輪中突然湧起,光中現一刻意道沽,正時前師舊有鄭八沽, 月輪忽忍,立環圓形,星輪上又有一片烏光,大鵬金線飛起,收得更快, 說未聽完,三輪傳實,旁發成不由心驚膽力,望魂皆無,望哭,正仙姑開陰, 說還未了,已聽一聲長小,起自搖空,遠如響展穿雲,破空而來,旁發成未及回顧, 星輪上一片烏光營霄向身上,烏身法寶立破,驚雲震貴中,一度青紅又飛上身來,已聽白歌渴道, 紅則看我面上,憂傷此人緣神,放他走罷,旁發成節之難活,青光已妖身而過,斬為兩段, 一條人影在那四病烈焰擦環湖之下,往且似女破空飛去,就這一兩句話的功夫, 一條紅影以隨同長小之聲飛躲,同時東北方又飛來一片暗藍色妖雲,疾如斌馬,鋪天蓋地而來, 火眼臨近,眾妖人見旁發成慘死,正在心驚,一見來了兩個大喚, 有多驚喜,齊夫,二位道友, 若此時在內,眾人看出來的甚強,正准備營地間,忽聽白歌全聲學道, 諸偉師弟妹,俗照繼行事,這女須受擾人數日圍困,我送紅則脫離震地,此時不便相見,到日再來,滑財出口, 白歌已在雪雲之護身之下,大了常觀紅,化作一團銀色冷光,被電環快,往左側面破空飛去,聽到未兩句, 乙星已在數十里之外,眾人方在欣賠,身來而強敵也相繼飛到,一個身穿白衣,裝束鬼異,一個赤面藍衣,其修如喉,身後背著一個大葫蘆,內噴藍色煙雲, 才一到達,便海桃也似當頭額下,以聽易靜,乃姑分頭全聲,令眾分退靜情谷宗待命,破陣的人尚還未到,妖孽數有未盡, 洞中所困四人君持有克制五行之寶,也須有人主持相助,現在人少,最好聽其攻打,到時自有解救,否則即扁能性,後患甚大,乃姑有雪身靈超大有法寶甚多, 甚至厲害,五行先頓需人主持,令英勤往金宮相待,由乃姑自許對付沙紅燕,以防將搖清法力稍差, 不是對手,萬一疏忽,生出便故,英勤等文言,同在惠光籠罩之下,往靜勤谷飛去, 英勤將眾送到谷宗,再行飛出,只見南雲如海,高湧如山,整座依雲嶺全臂揪住,太月五燕來以花為大蓬彩煙,向上飛起,護住全山, 離地約有十象高下,妖雲正在校額,恰好接著,雖能抵禦一時, 仍是妖雲世成,那穿紅衣的妖人也正發難,讓手發出大片陰淚,互相激撞,千萬匹烈一齊爆炸,震盪之勢, 比起先前幾次還要猛利十倍,方才對敵豬妖黨似恐波及, 各醉後來如妖人所發兩臟紅藍意識交織成的光臟籠罩之下, 非長雲海雷火之中,遙武揚威,連聲渴罵,也用斜髮以寶相助攻打, 尤其對患波池,正情谷份愛馬岳,內一曉人名叫玉神君堂相迎, 因同伴為眾人所相,報仇深切,那枝泥海,冒火頭相, 只顧見的眼紅,也不想想中間夾著那層五煙羅本就難破, 又經正八姑來使用一道靈腐家增威力,比方才環繞神妙得多, 枕攻得盡,是有奏巧,英勤出事不曾隱身,被疑妖人發現, 因聽說過生貌,差時三應中第一人,郭勇陰淚且發潮下猛攻, 這兩個妖人正是屠霸和赤手天尊周勤, 君在東海被困多年,近此逃出,且發甚高,連有不少極厲害的法寶, 尤其周勤,乃久力臣君師弟,所練陰淚威力極強,並能除法除修,發生無窮, 他乃適年邪教中有名人物,又擅長獨門元宮變化,精於五頓,如飛五煙羅防護, 周勤所練功山二寶百寧聰宇十六面妖番又被米,留意矮暗中尾隨破去,早被侵入重地, 全山仙境也圍繞雲融化,就這樣,那柄更精氣會合各種龍舍重修獨然煉成的妖雲, 稍差一點點的法寶飛劍,尖上便即毋毀消融,禮害非常,其陰淚又極猛烈,大月五煙羅須經英武先法重練,如飛八姑帶來那道靈腐,仍難持久, 此一合力攻打,威勢更大,寶氣採煙立被激動,紛紛飛揚,起伏月朝,唐霜影子當保亡張坡, 想起自己成名多年,此來寸功未立,反傷了兩個同伴,徒,周二人一道,便將敵人驚退, 升威立成,智覺不是異師,由因身藏意保上還美容,想修如人之利,於是有敵出鬥,連發出三支陰靈箭,一見無功,破口肉麻,與神武衛, 鷹鷹由寶望下面飛過,已經快到橫波池邊上,見一有頭粉臉的敵人, 手指三道妖光追來,全身有粉紅色的光炎籠罩,眾中指他一人穿行妖雲雷火之中,若無其事, 口中又再慰麻不憂,不禁大怒,情蠢,照乃故獅子所說,雖然時機未知, 冷不防除去一個,有何妨害,何況這妖孽必是極惡窮空,萬萬容他不得,心念一動,立時回身, 手俠靈傲靈傑,衝煙而上,唐霜影一見敵人出鬥,英勤有時身見合一,定諸不曾放起,以為敵人眾計, 所用斜法斜音球最能迷人心魂,發動極快,性有貪淫,心中完全妄念,打算生琴回去,一面指揮擾戰營敵,一面將球放起, 不料英勁近來法力日高,身有佛家自保定諸,萬邪不侵,因恨敵人出口淫空,立以隨他,一見妖戰營面飛來, 也不容止應監營敵,先將開符所得性孤為此的大白金刀化為一條銀殿,朝前飛去,自身卻向妖人追去, 就這對敵妖眼之間,忽聽妖人大學,周道友亭發音淚, 待我生琴戰彼回山,一同享受,話未說完,身形忽隱,周,徒兒邪見英勤出戰,正發音淚妖云朝前甲宮, 民聲忽然退去,齊哭,唐道友說得對,這丫頭果然歪茅,好在他已難逃羅網, 說:「你如不幸,我們在來,那三支妖戰本極厲害,不料英勤無心中放起太白金刀,正是黑聲, 銀光一攪,首先粉碎,哪赤音球也隨同妖人隱署,飛向空中,此寶與妖人心身相連, 音獨任惡,無語倫比,英勤對敵人的掛環未聽完, 別見當空演出一團暗赤色的妖光,仿眼油濃而淡,變作粉紅顏色, 光中演出好些盡男美女,都時一絲不掛,互相留袍,顛倒橫塵,活色生香,被豬描霜, 光球裏面,另有兩條人影若隱若現,與妖人一樣相貌,也是赤身露體,一絲不掛,望中見光追去, 讓手有一態月神淚,不料那求看似亭源空中,隨隨轉動,但視閃變神速,隱然無常,飛劍,雷火警未擊中, 英勤心中奇怪,想飽為豬放起,妖人也是該死,分明見英勤神太無疑, 並不似平日敵人一見便即中邪魂倒神器,仍不死心,還以全力思惠, 英勤正追逐逐間,求想忽飛起一片粉紅色的薄霧,色彩越發鮮艷,求中男女色相更多, 被端眉聞一股溫香,心神忽然微凍,割出斜髮厲害,不知如何破他, 光一遲疑,又聽乃姑全聲,心想退走,又覺有氣,猛聽巴的一聲,求忽爆山,化為大片粉紅色彩燕, 中有兩條赤身人影,比電環快,當頭罩下,竟然不為仙劍威力, 英勤當時便打了一個冷戰,喊聲,不好,心除念動,定諸為光首先飛起,並將身帶幾樣法寶, 連同太月神淚,一齊施展出來,妖人原因持久無功,則故群斜,多半停手已遇,心悅愧愧憤, 一見敵人驚而神情,不知英勤定力最強,更有自保防身, 不過稍然驚笑,並無大害,不認為眾邪,只為法力頗高,不曾運到,為恐失卻機會, 支支發難神速,連人帶保猛撲上去,此舉動作如電,本極厲害,偏身遇見空聲照命, 結束當中,妖人又將元神發身一齊向前飛破,準備將人迷倒,四手齊身, 帶著大片妖光光往下坡,為光報起,且發立破,同時又時一狀青下罩上身來, 非劍再往上一搖,數十八掌金光雷火暴雨一般當頭打下,多高斜法也甘不住, 何況是前心全必勝之念,未有退意,當時連人帶保一齊消滅, 英勤本想再殺兩個,因乃姑全聲催促,只得回飛,周,徒兒妖人見葬大路, 各師斜法陰淚急追過去,英勤在補光防護之下,雖然不怕,也各出陰淚震蕩之勢十分猛烈, 那藍色妖魂壓力更是其大,才知果然厲害,剛剛衝煙而下,不料周勤元宮變化, 飛頓神速,先見英勤上時,採煙飛動,已早生心,英勤一退,立時隱形追來,他那定著緣與心靈相合, 下時須覺未有一點驚笑,不知周勤且發神通,得規職人,已僅僅負在外,以為五煙羅能徐心已分合, 奸不容法,決不會被他隨同追入,滿空陰淚又再亂打,百亡終竟未發現, 亦是患波池不該毀壞,否則全東須由先發禁制防護, 遲底靈存必為陰淚所謂,就能收復,也須廢事了, 周勤欣見敵人發寶神廟,難於暗算,為恐打草驚蛇, 又聽同黨說起沙紅燕等四人以先人動,久無動靜, 吊耳被困,一心迷戀新靈消的美色, 意欲賣好,竟忘了偉選仙境,緊緊隨在鷹瓶身後,想運到裏面, 那支乃姑祖德高明指教,得知妖人誠去侵入,一見鷹瓶出戰,便寫了新靈消, 運用先發,將南洞開放,下餘四洞一齊關閉, 英勤本不知乃姑心計,一見南洞大開,便飛了進去, 正想轉入游洞金宮,忽又聽乃姑全聲, 雪妖人已經侵入,令其留意,須等困入南洞火宮,方可撤去法寶,以防暗算, 英勤聞言,自是氣憤,先不發作,直飛火宮重地,暗中準備, 周勤聞以為敵人豪未覺察,打算英勤曝光一切,立法陰雷,將其打死,再破火頓,去雨沙, 新意旅會合,正覺敵人已經迴動,防身法寶枕環不設, 新意追入火宮深處,發現所經之處是一來形勇道, 又長又窄,上下洞壁好似或著不少火焰,若有若無,時隱時宴, 知是火宮重地,自此精幹五行頓法,也未在意,周勤以為敵人不曾經過, 只要在未發難以前將那最重要的火宮神燈位去,全陣威力便要減去一半。 成功較易,英勤忽然回身渴度,妖賊字頭羅網,優想活明。 說吧,手中靈傑和我一揚,一片風雷之聲過處,周勤眼前紅光一閃, 敵人,勇到一齊不見,也未見有甚別的衣笑, 身卻落在一座大約兩某的廣堂以內,通體紅色, 洞壁遠如紅玉,四外空空,不見一人, 指當中一盞金燈,下有翠玉燈閘,燈上結著一朵燈花, 是青是紫,是紅是白,色彩鮮明,別無他意,周勤向在海外運行為惡, 被先發禁閘以三百年,對於幻波池五頓威力指示耳聞,以為自己是行家, 不知先發神妙,神力無邊,尤其不知那五行法物均為先輔其真,非彼尋常, 所以須知自己身落埋伏,毫無畏心,反想引發火頓威力,思想一試,成功更好, 知不知也可頓往別宮去尋同黨,論勤的主義打定,讓手一陰雷,朝那星燈打去,陰雷本是一點到大陸光,出手隨人心意,化為白象妖光雷火爆炸,無見不破, 那枝出手並未爆炸,打到燈上,遠如石頭大海,形影全無,心方一驚,眼前縮地一哄,緊緊著光燕萬丈,風雷大鑿,全身立陷火海之內, 先上不知禮害,先上不知禮害,無後一聲,再且發二寶防身之下,先發陰淚,四愛亂打,先頓神妙,不可思議,攻勢越大,反應之力越強, 只見碰碰盡如雨,出手消滅,一閃不見,並還修不回來, 越往後火力越大,景視無可奈何,身外烈焰早已合成一片,無意投身在一座極大無比的紅爐之中,用盡方法, 人力只有更強,在烈火中連用且發二寶,軍不能破,最後想用火遁寸往別宮,去尋同黨, 江一思惠,飛出不遠,忽見無邊無暗的火海深處,現出一盞前見金燈,燈焰停雲,奇光並射,有對面緩緩飛來,方想攻打破法,忽想起先前陰雷無攻,此燈乃火攻法蜜, 必是一見其真,稍失機而,必為所敗,豈可無實,望即停守退飛,那燈浮沉火海之中,看似極幻,不知怎的,無論如何加急後退, 老是離身,老是離身不遠,並還越隔越近,陷喘,此此相遲,何時事過了局,頓發空威,一聲勵小,忽然改退為進, 雲用員工,想這火頓往別宮傳去,說時遲,那時快,以聽沙紅燕全聲急呼,說五頓厲害,民眾同黨是何景象? 話未說完,語聲忽團,周勤得道多年,人本機景狡猾,民聲方再失驚, 猛覺出燈上其光精芒並卸如雨中,忽有一種極大潛力吸來,身子立被吸住,再也掙扎不脫,所集火頓全無用處, 眼看金燈越長越大,光焰越強,挺立火海之中,燈上光焰飛射火中, 幻為熱彩,搖眼玉花,周勤才之不妙,幸像元宮變化,練奏身外化身, 先將元神燈出,想用本身一視真火威力,好在身外還有補光防護, 無事更好,否則元神缺可保存,多年苦修,以早營煉,不需欲體,一讓神通, 並且敵人法力多高,也難加害,那時報仇不滿,願神光一離體, 願身立被燈驗卷去,重又縮小,恢復原狀,定精一看, 仍是前見那盞小金燈,圓身已被果向如意營燈焰之上, 縮成串許大的一個小人,帶著一點發寶如光,略為掙扎, 一淚淡淡的清煙霧起,連人帶補細化烏油,眼前一哄, 身外一興,金燈不見,身外烈火忽然一訪,消滅無蹤, 指成元神落在廣堂之中,四外正小小的,那有一點形跡, 周勤玉體二位,還失去兩件發寶,如非應變神速, 不是所用法寶多與心靈嬰峽,幾乎全數葬送,經雲炸定,悔恨交加,又急又怒, 細汗四外凍逼,通體雲成,全無一絲奉跡,連用五頓,想要衝出,驅到無效, 心靜王吉報怒,四壁忽然出無數火焰影子,重重疊疊, 飛舞起來,與來時永度所見相同, 仿眼布滿全壁,越聚越多,遠如萬朵火花上下翻飛, 晶光閃閃,朝勇波騰,忽然轟的一聲大震, 那無良素的火焰立將全堂布滿,又成了一片火海, 愿神被陷其內,但那無數如異形的火焰並不合成一體, 只由上下四外一齊打到,近身便即爆炸,蒸芒電射, 毫光慢到,前燒後計,愈來愈盛,比起雷火玩耀馬利十倍, 一任邪法高強,愿功變化,也今不住那麼大威力, 如非先受重創,有了防備, 護身法寶君是其真,愿神早已受了重傷,後來, 周勤實在今不住那雷亭萬鈞之勢,只得運用元宮, 將元神縮成村許長一個小人,並將所有法寶一齊放出, 化成一個空心光球,愿神藏在其內,再用音淚向外亂打, 方此稍好,但是烈焰紅紅,萬無濟艾,無論全往何方, 均無止境,情之濃厚反絕,空多吉少,忽聽左近有一少女低語道, 這妖葉原神真難消滅,五行合棍如可,另一女子答道, 瓊妹枕的聖急,為時尚早,樂得教者這妖邪受點活聚, 忘她作審,我們不是想要保存新靈霄, 只給沙紅燕者潑腐吃點斧頭,使其之難而退魔,五行合運, 使他們同歸於盡,太便宜了,不過者妖且棄她不過, 先聽新靈小暗中足告,素說者謝妖葉對她不懷好意, 何不拔者施而往金宮,見她心上人一面,再用木火而行合為, 倒要看她妖魂如戲有多大神通,你看如何, 周勤想不到自己成名多年,法力高強, 既被迷,留而矮將制聖之寶暗中委去,身受重傷, 滿以此來可報仇說恨,誰知好斜法二寶君未用賞, 不合輕敵心嬌,只說自己精於五頓隱形之法,得規即入,有聖無敗, 誰知敵人如此厲害,剛進火攻,隱形先被破去,肉身除毀, 連元神也被困住,現在聞聽熱女交談之言,不禁暴怒, 意欲曼師全力,分出兩件二寶寺朝佛話之處衝去, 剛禮聖怒馬得賤彼而致,眼前火焰忽然連閃數閃, 由分而合,再定征一看,原來全身之地,哪是什麽廣唐, 哪是一臟形如火山的燈焰,願神便困其內,火外立定乃姑, 英擎兩個敵人,正在激止笑罵,行規不是肉體,且法由高,更有法寶防身, 暫緬於死,否則早已滅亡,哪今燈神妙無窮,所見必是運境, 這一驚真妙無窮,荒耀強行突圍,猛右癖見王陳萬象,光無千重,壓上身來, 百亡中發現王光無中果著一團寶光,中一道人正是沙紅燕所若同黨之一, 正在奮力掙扎,狼貝爾結,一閃而過,身外火光不見, 此已脫出金燈之外,周勤方想衝上前與之會合,陳暮中忽射出一片金霞, 黃陳人影一齊不見,以聽女子悲聲渴馬和急呼之聲,定精一看, 正是新靈宵被困在一片銀霞之內,上下四外布滿無數金刀,電旋聲飛,一齊團團圍住, 但不朝人下落,周勤見以敵正朝新靈超說話, 少子自己道,新道友,我們對你並無仇怨,你丈夫為妖師,獨守所殺,我們為你報仇,有得無怨, 你雖無故勾結了到妖邪來此侵妖,終念你本事證人,無心作賊,一念之差,實逼處此,此時當以後悔,我們欣聽你哭訴心事,知受群邪欺慕,知聘必死, 迫白你最厲害的便是東海新途出來的兩個妖邪,周勤已經被殺, 途白遲早復諸,我們現轉變五頓,將周勤的元神引來,當著你的臉隨去,為你出氣,你的後患已絕,聖下沙紅燕者, 這個潑賤至新能補,決不會再逼你從斜,只要回頭是岸,我們念你本事證人,為了一招之分, 新敗名裏,不願使你遭此慘惡,情願放你回去,不過我們事尚未完,只要你點頭,缺出廢點事,放你脫身, 最後凍手後數日,等到群邪相亡,送你回山,實為常察,否則,這太白今都與先後天更今真氣格外勵害, 只一思為,認神皆滅,危險晚分,我們決不加害,只請守在這類,靜後事緣,再作打算, 因憑專誼,如何,新靈宵滿臉悲憤,概然答道,我知你們好意,事已至此, 有何可說,我與先夫情深意寵,世共生死,既不能為他報仇,又受群邪協制,何必苟活人間,如蒙周傳,請贈我夫妻兩粒毒龍丸,以為轉世之用,足感性情鳥, 乃姑笑道,新仙子,你真要兵解摩,現在卻非時候,還望暫時內守,小安密吵,因你先前過信仰呼求的威力, 欲以真火黑金,卻不知我們五行先頓可以合運逸行,神妙無窮,信息萬變,你將先後天更更威力一齊引發,如非禽匯會來快一步,早無幸理,現時我們也被隔斷在外, 你如網求兵解,連元神也難保存,我們定必成全你的心智,那獨龍丸也必奉陣,此時千萬不可造賜, 你如如不信,我們先錄妖雲,願你看過榜樣,就知禮去了,周勤本被銀下裹著,一見身凌宵, 悉心又喜,連呼身道友,想要趕前會合,無奈銀下之力期待,將身困住, 上下四外其從如山,彷彿將他埋在堅槓以內, 絲毫轉動不得,以聽敵人這等說法,更加急怒交加, 黎聲怪後,身靈宵宵已接口怒馬道,無知妖孽,萬死不足閉沽,我自先夫慘死, 經諸同門再三勸解,知與我未弟子無肝,只惟有人所悟, 又想讀龍丸可助忙闊轉世,至與群邪為悟,不料已等天生淫邪, 再三零逼,我不得已,決計不論此行成敗,必從先夫於地下, 你來是何等嬌狂,以為首度成功,並說成功以後,定必逼我順從,不怕逃上天去, 想不到也有今日,話未說完,英勤見他慾容慘變,慈悉悲壯, 想起他乃坤輪派前輩劍仙,有名的神仙美眷,一念貪親, 這等下場,不由心生憐憫,忘勸他道,身仙子無須棄苦, 這等任業何值多然,當初我與義師子實是道淺無知,無心之失, 漸然夫婦先業,至今愧對,我們必照尊意而行,將來定在然夫婦成道, 合席相收,從成正果便了,身靈蕭文言賜頗感動,周勤看出形勢不妙, 妄想身是元神,先困火功順且無害,現緊被困,愛日寶光防身, 至多受點苦痛,反正難逃,把心一橫,一面黎聲欲罵,一面混用且發完功, 幻想衝突,誰知今,火,土正反相生,三行逆魂,比起先前威劣勵害百倍, 幽說妖人,便是天仙一旦入伏,也難幸免,他還未馬上兩句,敵人已發難, 眼見身外銀下似電一般仙閃得幾閃,緊跟著一片黃雲雅上身來, 方角身外寶光受不住無良壓力,王女緊縮,烈焰又起,更有千萬把金刀還公而致, 周勤方無後一聲,所有且發二寶一齊消滅,緊盛元神仍停陷在方才燈花火焰之上, 身外果著一層黃雲,千萬金刀子暴雨一般之道,痛苦非常,用盡且發全無用處, 願神秘密無土真氣果緊,更金神刀亂搞亂刺,烈火再一焚燒,所受楚毒比起肉身還性百倍, 願神神精氣逐漸浪散,痛得不絕慘耗,英勤心衰疾惡, 卻不願見此慘壯,首俠靈絕,如法師為金、火、土三行神類突然爆發, 妖雲因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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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雲只寸許大小,困在其內,掙扎亂滾,忽見一片極淡黃光銀霞微微一閃, 一寸極輕微的爆音過處,妖雲消微,神燈立忍,驚此一來, 新靈消財之先頓神妙,不可思議,敵人對他一片好心,十分感愧,再不認輸, 必和妖雲一樣形神皆滅,方想改口向主人分說,忽聽地底傳來風雷之聲, 乃姑,英勤面上立現驚容,同聲說道,東宮月木耳將沙紅燕困住,忽生辨姑,我二人必須前往朝漢,好在華爾言明, 法亦唯有,新仙子萬不可動,我們去去就來,說時, 英勤已先飛走,乃姑臨行回顧,並說道,別宮困有敵人,暫時不可切感,請新仙子暫候,我們決無惡意, 如生變化,只要不亦他,偏受遺困,以靜相待,便可無事, 書不奉陪了,說罷,剛飛走不久,金宮忽生巨變,原來身靈消心痛呼死, 欲以身信,剛入金宮,乃姑本身不願傷他,無如還波池中人少, 又知茶山五鬼在上,想將黑狗釘破去,免留後患, 再應敵時祝福了新靈消幾句,暗時吹鼻之法,以為必可招辦, 不會身頭死路,哪知新靈消自決心堅,全未在意, 又聽說讀龍院便從金宮之內,貪心又喜,想將靈丹得到,頓回山去,託有寶藏, 然後兵解,並此所持陽烏求和身者法寶能克真金, 自將埋伏一齊引發,新困金都銀霞之內, 法寶全毀,正在驚王強爭,想要就勢兵解,又恐懸神全滅,眼看危急萬分, 總算他出身正教,向無過惡,乃姑忽然匆匆飛回,見面大驚道, 新仙子,怎不聽話,真要自取滅亡魔,身靈消雖有悔意, 因敵人本事後輩,不願輸口,須經乃姑強用先佛將羹甘制住, 減去大半威力,不自受傷,無如人已被困在內,下如三公困有敵人,羹甘已被引發, 稍一疏忽,必被逃走,甚或偉損仙境,引出他便,乃姑沒奈何,指得好然勸解,令其暫忍目前, 自往別宮茶漢,果然下如三敵所用法寶要強得多, 金宮如藥復原,新靈消逃走無縫,沙紅燕等三妖人便難免不成極進攻, 愈發不敢大意,光用全聲吹令英勤速回,誰知英勤貪攻, 仍將妖人隱下,乃姑事前在棟門外感藏著一件照形之寶,看出英勤下時身後腐有一條極淡紅影, 知到事有定數,果如草姑所言,妖人仍被放人,指得全聲警告, 趕往會合,廢了許多事,才隨去妖人,新靈消光被感化, 本宮重地忽有傳來幾笑,英勤先往復緩,乃姑正祝父身靈消不可再動, 猛想起李寧別時之言,目宮所困正是沙紅燕,不禁心動,匆匆趕去,乃姑江走, 新靈消不可將,新靈消閃往復前時,匱匆交集, 那環繞四外的金刀銀下不知怎地忽閃其光, 刀尖上僅有五色火花,還身猛蛇, 雖還未像先前一樣湧上身來,以覺出威力絕大,不禁大驚, 雖像殘餘法寶防護,已經感受不住那金火護傷身黑的威力, 又聽乃姑全聲急呼,雪東宮又強敵,由千尋地底潛入,現正緊急, 望身先止忍耐待救,稍緩即來相助脫險,萬不可就此兵解惑與衝突, 但時情勢已萬分危急,眼看曝光逐漸減退,方哭,我命優異, 忽見一片青霞湧著千萬斤大木影子排山倒海而來,以為正反五行有化身出別的威力, 如何能當,不由心驚目緣,神魂皆戰,那青霞木影忽然衝入重圍, 將那四圍的金刀排檔開去,緊緊著大木上忽發烈火,與那萬千金刀雲合,激狀起來,雷聲隆隆,震撼傳動, 新靈燒正在心跪,清光一閃,縮地現出一個白衣少女,風神絕代,美艷如仙, 認出事前在幻波池上所遇小女上觀紅,想不到數年之隔,竟有野高功力,知其有意來援,雙方懷疑說明, 法亦唯有,不禁驚喜,芳耀扶愧開口,上觀紅以攻身行禮, 衝衝說道,新鮮場,弟子對你實感知己之恩,回山文說五含金功,有當強敵侵入之際,突爾來援, 但是此時危機信息,老怪的男公許要前來都不一定,事在緊急,專意如何, 還望是知,無不為命,新靈燒前聽乃姑說過,此時五行先頓不能輕切,就能脫身, 也無顏迴見一班同門,難得敵人已得抱怨,穩陣靈丹,並助將來轉世成道,正好兵解, 以淺色年與丈夫同生共死之約,生生世人永為夫婦,望答,然會凡險相救, 甚敢大德,我未門下果是不凡,我已不願求生,母如本門非劍好勢顧忌, 最好願神,放有身陷重圍,方才令師叔已驗明,請此兵解,便敢盛情。 上官雄喜度,帝於原始詩恩怜愛,回山文景,拼受責罰,師致來援, 不料雙方法亦唯有,本意拼著裝送一件法寶座先掌出險,但事群斜空威正成,強敵將來,好惜顧忌, 既然如此,最好沒有,先長元神飛出技難,更恐要因暗算,最好由弟子保護,送往安全之處, 事緣送去轉世,轉意如可,身靈消聞言,愈發感動,悲喜樂淚到,然會根骨心性驅到天仙中人, 我須無此福原收你為徒,前返相逼,實由愛你太深,想不到然會不念前嫌, 反傳知己知感,拼受施責,冒險相救,令人敢愧萬分,事正緊急,不應遲言,此事定數, 請下手拔,就者雙方問答之間,月目,更今正反雙刻,聲勢越發猛烈, 滿凍下光萬道,電船聲飛,萬雷露鳴,鎮耳玉龍,上觀紅一面應答,一面行法強制, 臉上已言驚畏知識,文言匆匆答道,細果危急,帝子遵命,身靈消芳雪,殘絲英傑,可減根根威力, 無須顧惜,一道清光環身而過,願神光閒飛起,上觀紅揚首一藏金光,將其裹著,方雪,帝子無禮,望黑書序,將首一招,一同收入奏內, 那兩段殘絲已被金刀神目過去,一串雷聲過處,可憐一個收道多年,而太萬方的美貌女仙,就此香燒肉魂,化為烏油, 幻波池徹隨靈傳通路外,原有兩條秘境,一通靜情谷,尚未開通,另一條便是上觀紅色年五人的後動人口, 近受南星圓女仙奴月之教,所設先鎮變最後凍以外,地名稱松平,本來他稱禁制封閉嚴密, 先鎮又設其上,威力神妙,幽雪群邪,連不久到來的基南宮, 因奴月事前撤有先法天道,出於意外,發動以前,也難看出一點影跡, 上觀紅原因女仙奴月所傳鎮發布城之後,建築時者帝,經行法, 周身君有一層補光笼罩, 連用先見法寶試探,君不能傷, 三小錢得法寶,有刀煉成,正在心起, 忽聽級聲神斬上發出語聲,說,時機二致, 可助鄭八姑收那日月五星輪,成功之後, 必有強敵飛來,速除八姑用雪雲之護身, 九天懸陽赤開路,避開正面,由左飛出重圍,再行分手, 八姑促將所收之主送往子雲宮,交與二雲重練備用, 以防留在雲波池,萬一有失, 上官洪促往大舊山告知金蟬等七藝,令眾來援, 中途如雨李洪,令召七老所說,單獨行事,不可隨眾一起, 上官洪領命,知道事在緊急, 絲毫不能鬆懈,剛一出陣,正直八姑飛道, 用本身雪雲珠和靈魂所借天狼聽, 九天懸陽赤,將日月二輪制住, 上官洪再用級星神斬制住星輪,大公告成, 那級星神斬本由乃姑漢照奴宇所說師為, 交與上官洪,前往佈陣行法, 事緣變化作一道黑色精光, 迎朝乃姑子行飛去,八姑隨帶上官洪分頭行事, 上官洪剛飛到大舊山,金蟬、珠文、石山、 宇聯、石崎、李健、趙燕儀、混狗姑、淺萊、石垣等十人光 將妖鳳五任神女燒寶向用天心還除去, 喜酒紅真舞,正在熱雪笑,亡即上前拜見, 眾人見他為則先跟,秀麗人骨,個個稱讚, 等到奸園前仕和爐與鎖是基兒, 全都大驚,亡即起身飛去, 剛到中土,便見一道金光,一道紅光合在憶起, 又且似呂電濟飛來,知時正教門下, 未及細看,來世絕快,雙方已對面, 原來正是李鴻,同了一個相貌靈壽, 看他不過十來歲,極似道家園英, 極似一道極強烈的朱鴻,懶首飛來, 二人連貌軍差不多,看此幼同,功力卻都甚高, 偏看不出哪幼同事甚來路,方在驚奇, 李鴻已將頓光停住,對眾說道, 禪哥哥,文子指,你門快看,此是我望年之交陳岩, 今禪風要開口,令其獨行,李鴻已先笑道, 禪哥哥莫討厭我,我二人早就知道,不和你們一起, 我這位陳哥哥的法力大著呢,我不過把雙方人見, 不到醫環領袖分露了,眾人見那陳岩分明和李鴻一樣, 是個未成年的幼同,裝束也差不多, 只是頭戴珠冠,新屁粉紅色何葉雲堅, 下是翠烏雨即成的短展裙,紅綠雙影,金碧輝煌, 手臂腿足全露在外,休生得粉裝玉腳, 腰系玉環,看掛金鎖,補光隱隱,背插斷槍, 金光四射,腰邊掛著一個魚鱗寶囊,和李鴻一比, 簡直一個鴨魚,一個紅蟹魚,一對金銅下臨凡世, 先鋒到骨更不必說,驅到暗中清奇,一邊飛行,一邊禮罪, 說未談完,已經飛到寶城山,老遠邊見伊環嶺上煙光襲踏, 擾雲尼曼,高湧天伴,伊環嶺全山君在籠罩之下, 今,石二人都視為目發眼,本能透視魂霧,定精一看, 擾雲之下,全山並無人影,只有一片彩煙托住, 眾妖人正在搖母揚威,朝下猛攻,不禁大路,方妖追去, 以聽呂洪笑說,笑時再見,洪侄可要隨我同行,上官洪亡答,帝子遵命, 你,陳二人同說,這樣走法不行,我們需要這麼久,說吧, 讓首億片今下閃過,三人同事不見,憂雪人影,連個破空之聲君無, 金閃等七人見你紅九世修惠,法力未失,更得有幾劍仙虎其真, 時遇先緣,不去說他,陳岩從未聽說, 那麼強烈的燉光也未見過,匆匆不及詢問,景看不出他的來路, 走後從有清讚不治,上官洪亡奉勞月之命,指說最好先回,趕在前面, 沒想到是李洪攜帶,文名已久,不料如此神通,當時知覺今下搖眼,閃得一閃, 身於便處被什麽大力拾起,以聽天風呼呼呼亂響, 及吹不上身來,仿眼便到衣環嶺上空,方想下有五煙爐,正準備行發下降,以防降勢大快,萬一疏忽, 知被且發侵入,忽聽呂洪傳聲說道,你知入洞,莫管我們,說時,人已沖煙而下,上官洪不及思維,才知二人發力真高,等到幻波池旁,你,陳二人忽然不見, 望往往始終飛去,清狼仙子華搖適望即開洞放入,上官洪見五行仙頓全被敵人引發, 望往往後後動去尋而靜,不知何往,拜見華搖嶽,談了一陣,才知新凌霄被困金攻,危機傾黑,想起以前他想收自己為徒,對自己十分其愛, 又是正教前輩,自己如非先如恩師,定蒙修露,師業仍可有望,頓生知己知感,又聽華搖嶽口氣, 師長對他宗愛,從此只管任性而行,不必如事品告,心想,如尋思思請求,此新凌霄者讓人必定寬容,時機危急, 本準備先去救人,再向師長奉告,剛到金攻,便看出中宮有景,牽制全局,五行仙頓齊生威力,不禁大驚,缺計拼受施責,救他一命, 及聽新凌露,及聽新凌霄等說話,愈發放心,陷喘,此時五行仙頓行將合運,便自己試圖精通先法, 也須看照總圖思維,不能疏忽,愛人缺途不脫,何況主要的強敵不苟非臨,金, 石珠偉師長同門也必到達上面,正在混戰,形勢空險,如玉脫身,也實奸危,難得他自願兵解, 並與二位師叔說定,立即應諾,收了新凌霄的元神,欲望中宮會合, 以靜忽引諸民,石棋,照燕兒王女先與亂,混狗宮人一齊飛來,見面便說金蟬,石生帶了李見, 淺來,石原已到衣環嶺,正與群邪惡鬥,另有同門數人趕到,內中徐長鵝和身下山的木溪, 臨秋水已受傷,被對風林汗用先發折去,尚在救治, 亦人耿均坤因念金石俠之仇,文山流亡以後,突地趕往海外, 聖著天干山小南去幽宁島赴宴,偷入三連宮,將十八粒天干豬道走, 事前又將海月中法寶煉和門下水族煉成的妖途一齊帶上趕來, 並用法寶查出小人寒原現在正寒谷待機,越發憤怒,飛來報仇,一道,便在正寒谷上凶惡麻叫陣。 看完小人心高,上次德聖,未免嬌敵,把事漢義,竟不聽勸, 自徹者自持有斯門之寶如以水煉羅和令兩件法寶,足可防身與敵,強行出戰, 一照面便被一粒天干豬震傷,如無法寶防身,幾糟慘死,行而殺如, 米如以小鳳鳥零雲鳳之命趕來作戰,用家藍珠和皮那成刀,將其護送往對風臨寒陣內, 耿均均本想用十八粒天干豬蓮山大人鎮成粉碎, 江髮一粒,太月五煙羅邊幾被震破,行而金蟬等趕到,勉強用天心環張那分而複合的千萬年干天干氣祭著, 項根著,天干山小南在幽靈島得知寶珠被盜, 立命隨時帶弟子施真同拿了天干袋和益到靈腐, 用飛光頓發電池飛來,耿均已將零十七粒天干豬發出,眼看五煙羅將被震破,人也要傷不少, 師真同合好趕到,由天干袋內發出清白義氣,將主一起收去, 金蟬將獎鐘將玉虎神光放起,想腰底的, 眼看見一片清白雲光有著一個身材高大的導童,一言不發, 坐一照面,朝著警坤爛笑一聲,便將天干豬秀去, 由朝眾人把手一拱,清光一閃,飛雲已到天邊,耿坤之道進退兩難,反正無行,妄想拼命,便把全身與毛化成無數火星, 往下飛射,帶來的一群妖徒也各將元丹和鎖鏈陰火紛紛噴出,滿空飛舞、金蟬等角師飛劍,法寶還攻,並掃蕩滿空藍色妖魂, 忽見青松平那面飛來一道佛光和三支如火箭之堡,奇質如電,突然出現,耿坤景被佛光罩定,炸成粉碎,佛光火箭立忍,更不再現。 妖人逃霸本月耿坤相識,見眾妖人紛紛相亡,耿坤正在暴露法威,陳岩突然現身,不知用甚法寶, 竟將滿空藍色妖魂點燃,坤的一聲大震,化為火山也似大片藍煙,直上高空消滅,雙方正在雙池, 以正見妖魂須破,還有強敵將來,雞南宮不久即知,五煙羅擋他不住,不願斷送,一匯便要撤去。 索性仲令群斜一半人工,用五行仙頓除去,一半由金蟬等婚人在上底滴,指示仙虎人少, 雙人相助,為此將五人大廈,由令尚觀雄去往木工替出乃菇,請其飛往上面,按照奴宇先時主持,尚觀雄領命慾行,乃菇欺由木工飛來,見面警告到, 沙紅燕為其飛往上面,沙紅燕為奇妹毀了他的容貌,像著地底來的相助, 用老怪法寶應由地底穿山逃去,如今老怪機南宮已由黑家山落神嶺起身而來,轉眼到達,亂子不少, 我們須有安排,還須謹慎,獅子促往中工作陣,主持總途,我到上面等候他去,活光雪原, 盲聽遠遠天空中有一老人口音哈哈笑道, 無知小狗男女,無知小狗男女,我本不寂願你們計較, 無如欺人太深,情理難容,先將你們琴回山去,等你們師長審我要人便了, 你們只管準備,老夫說未起身呢! 說時,雨聲並不十分強烈,但事人以心驚,連地皮君此受了震撼, 乃故心想,此老果然厲害,能由數萬里外傳聲來恥, 方在心驚,忽聽一又同口音接口馬道,憑你也配,你由地底傳聲,有甚稀罕, 我隨便答話,便能高出九天之上,老怪物聽見了嗎? 你不過以老賣老,以強靈躍,自己打嘴,憂說各位師兄師子,就我一個幼童, 你便憂想傷我一根毫髮,有本事只管前來,空吹大氣作審, 隨聽嘻嘻大笑之聲又遠而近,比前患要強烈,乃故知道雞南宮已被激怒, 就要飛到,須有報知,也甚驚惊,連亡往上飛起,五煙來以備而靜撤去, 群且紛紛往池中飛降,乃故一面全聲,告知諸同門分頭營敵, 並說老怪機南宮不久即知,各自戒備,不可力敵,要之後聞許多驚險情節,請看下文分解。 拜拜。